这是台湾第一次的国会政党问题 我们身上的责任比以前更沉重 中华民国首位女总统蔡英文 在昨天宣誓就职上任 引发国际关注 而中国大陆却是冷处理 甚至微博还封锁 搜寻蔡英文与台湾关键字 不过我们要带你看到 传出这样的消息 中国重庆有20多位民众冒着风险 在南山空军公墓 举着重庆公民祝贺民选总统蔡英文就任的布条 表达中国民众对民主自由限制的向往